它非常的看起來顯瘦 一個非常適合夏天的藍色 它是雪坊的面料 然後它這邊有做皺皺的荷葉邊 所有女生家裡衣櫥應該都會有一款的 一定要來官網把這件帶回家 哈囉 大家好 又到了新品介紹的時間了 暑假已經要到了 所以下週的新品呢 就是擁有度假風格的 很非常適合暑假出遊穿的單品 然後等一下會一一介紹給大家喔 那就跟著我一起看下去吧 好 首先第一件我要來介紹最度假的這款洋裝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發現大家其實很喜歡合身款 現在穿的這一款是A字號 然後我穿起來比較稍微的合身 這一件重點的特色我必須要告訴大家 它非常的看起來顯瘦 你看我的腰 就是我是屬於比較圓身 那比較原生的女孩都知道 我們是需要看起來 胸型看起來要幫我們縮起來的樣子 我們看它是這種雪紡的材質 給大家看它是表面有點點顆粒感的 一點點的顆粒感 但是它是有點稍微透肌 但是我覺得它不會算到非常的透 對 裡面一樣我們有做內力 然後它的長度呢其實做的是全長 我穿起來是到腳踝 然後這件版型我覺得它穿起來是非常的顯瘦 因為它在肩線的地方 它是做剛剛好合身的 然後袖子這邊又做的碰碰的 然後這個袖子我覺得它非常的顯瘦 大家可以看出來嗎 就是其實我是比較原生的女孩 可是我側面看起來它也是 就是好像有幫我縮進去的樣子 因為這個袖子它就做的非常的大 它就是有點那種荷葉袖的感覺 這邊雖然有一點點小公主袖 可是我覺得它不影響它就是整個版型的樣子 對 然後在腰的這邊它也是做的非常的合身 效果它會讓你的這邊胸型 這邊有做抽中 就是胸型看起來更漂亮 這個蝴蝶姐是可以拆掉的 這個你可以這樣放下來 然後你也可以綁起來 綁起來就自己綁一個這種小蝴蝶姐就可以了 然後你們在穿兔的時候不用擔心 因為它其實是後面有開拉鍊的 所以非常的方便 整個非常的美 它的下巴還有荷葉的造型喔 這裡 搭配涼鞋就非常的好看喔 然後再來我要講一下我頭上的這頂帽子 這頂草帽也是新婷喔 但我覺得我這樣搭起來非常適合去住家 再拿一個小草包 小草包 你看我這樣是不是很像可以去海邊啊 或者是你可以就是約會的時候可以穿 這幾件洋裝我非常的推薦 好看 度假除了剛剛的長洋之外呢 我覺得短洋裝其實也是非常適合度假的 像我身上這款 你可以單穿 或者是你覺得不想露手臂也可以像我一樣 裡面搭一件內搭的小T恤就可以了 然後這款洋裝呢 它一樣是雪紡的材質小花的 然後這個它一樣有內鱗 然後它的版型呢做的是我穿S號是非常的合身 所以如果跟我一樣是比較屬於原生深層的女孩的話 身形跟我差不多的我建議大家買M號 因為這款穿起來就是如果穿S號的話會就是非常的緊 可能中午沒有辦法吃東西 然後這款的它肩帶呢它是可以自己調整的這邊 肩帶的長度是可以自己打一個蝴蝶接 然後是側開拉鍊的 然後我很喜歡它這邊有平口的樣子 我覺得去海邊的話也非常適合裡面 就是直接單穿就好了 因為直接單穿我覺得會有一種有點小慵懶小性感的感覺 然後它的裙子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就是它是做A字的 有一點點飄逸感 然後我搭的是比較合身 其實搭白色黑色都可以 可是因為到了夏天我覺得我想搭一個比較亮色的 就是像這種火綠色啊 就是過河綠就是輕蘋果綠的樣子 我覺得看起來會比較跳一點點 然後我來介紹一下我的洋裝 除了我這個黑色之外 它還有一個非常適合夏天的藍色 這個藍是不是很可愛 這個藍其實也可以配草帽 我覺得會非常的好看 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做這種很可愛小可愛型的洋裝 細件洋裝 然後拉鍊在這邊 一樣會有內裡 所以這個款式我覺得是所有女孩都可以駕馭的 不會覺得說穿了會不會太可愛 因為如果像我一樣其實 你也可以搭一個牛仔外套就OK 或搭一個草帽 像這樣子 戴一個小草帽 這週上戴的草帽 這樣子也很好看喔 看 非常好看 然後除了這款洋裝之外 我身上這一款呢 我要來介紹它一下 它屬於 我現在也穿S號 它屬於非常合身 就是非常顯身材辣妹的 它裡面是排扣的設計 我很喜歡我身上這個綠色 再給大家看它還有其他顏色 它還有橘色 然後杏色跟粉色 這幾個顏色呢 我都覺得非常好搭 然後它前面是做可以開扣的 然後一樣是坑條的 我發現今年夏天大家非常喜歡坑條材質 然後因為我覺得 穿起來它會非常的 就是在腰身的部分 它會幫你縮進去裡面 所以你會看起來 就是會顯瘦 那這一款呢 它週也有做折扣果凍 兩路五九八 所以大家可以去逛網逛逛喔 不管是任何的眼鏡 只要在POWER上架的款式 一定都會先經過我這一關 因為我一定要戴起來 是有小臉的效果 像現在這樣子 因為這個款式呢 它的鏡片大小 就是做的差不多 我覺得比臉再稍微再大一點點 可是它的造型是屬於比較時髦一點點的 就是弧度 然後它總共有兩個顏色 現在戴上這個是奶茶色 我覺得奶茶色可以搭任何的 就是個性的知性的 或者是俏皮的都可以 然後另外也還有一款 就是比較有點果凍色的感覺 好像也可以再給大家看看 給大家看一下質感 好 另外一款果凍色 它是長這樣子 我覺得果凍色也很好看 因為它是有點偏紅的 這種 有點紅茶感覺的 這個是奶茶款 然後這是紅茶款 紅茶款 我覺得也很好看 質感也非常的有 兩根晶片是一樣的 對 就是擦在框的顏色不一樣 然後一樣都是小臉效果的 所以 這個算是今年第一款 對 所以這款我覺得非常值得大家購入 大家都說沒有通勤可以穿的服裝 最近的服裝都太休閒了 然後沒有想到這週就提供給大家 非常適合上班穿搭的款式喔 這上下身我都覺得非常適合上班款 而且非常有一種就是很有氣勢的感覺 然後有點小浪漫的風格 我覺得這套的重點啊 除了我身上這件很美的上衣之外 絕美的上衣之外 還有這件短褲 這件短褲非常的舒服 而且我居然穿起來還是好 而且還是有點鬆 因為它後面是做有腰頭的設計 後面是做鬆緊帶設計 後腰頭做鬆緊帶 所以它穿起來非常的舒服 但它的材質跟它的長度 我覺得剛剛好是到大腿最顯瘦的地方 而且重點這款有四個尺寸 有S到XL可以選擇 我目前穿的是S號 還有一定面微鬆 然後它還有口袋的設計 我覺得非常的貼心 它的材質是比較偏雪綁材質的 但是完全不會透 質感超舒服的 我覺得這款應該要包色 因為這款穿上去你就可以覺得 我當初怎麼沒有多買幾色呢 給大家看一下它總共有幾個顏色 它總共有我身上的藍色之外呢 它還有這種奶茶色 然後磚橘色 跟最實搭的黑色 然後黑色不用說就已經是最瘦的 可是其他這裡的幾色我都覺得是非常好搭配 再來是我身上這件絕美的上衣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款式很漂亮 就是它的袖子 我就喜歡那種大大的泡泡袖 這種就是自拍款 就是很喜歡這樣的自拍款式 然後這個袖子很可愛 它是做這種裡面是鬆緊帶的 然後它的袖子很長 所以會讓你感覺像有點花苞的樣子 這種泡泡的 然後這邊整個都是做這種圓弧的感覺 但是你不會覺得它露露的 就是你穿起來一定要配這件褲子 我覺得就是一套我當然買回家 很美 非常的有氣質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款白色 這個我這一 這兩件我難以選擇 這兩件我都會買 其實這兩件都超好搭的 搭牛仔褲也非常的好看 然後如果你是比較需要太會穿的話 我覺得配黑褲也非常的適合 然後如果你是想要走有點就是 小辣度假風 然後波西米亞感覺的話 配那種牛仔的喇叭褲我覺得 就是非常的有造型 你要推薦我身上這一套 我覺得你們就是把這套搭回家 因為這套非常的 我覺得我 就是這樣搭一整套非常的溫柔 就是你不管去約會也可以 然後或者是你要去見家長 好像我也覺得這套也OK 這都可以 這套是我覺得 下週除了洋裝之外 我最推薦的一整款單品 好我換上了另外一款寬鬆的洋裝 剛剛都介紹完可勝的洋裝了 其實寬鬆洋裝我覺得穿起來非常舒服 也不會讓你看起來會顯胖 它是剛剛好的寬鬆 不會到太大件 所以它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寬度是剛剛好的 它是雪坊的面料 然後這邊有做皺皺的荷葉邊 很喜歡這種就是有點女孩感覺的樣式 就是在領子的地方做的有點小荷葉邊的感覺 小荷葉邊的造型 然後這個花朵它也是單一色的 它有點像 比較像是葉子的圖案了 這邊 葉子的圖案 它這個有點像奶茶 奶油色的顏色 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然後一樣搭一個小草帽 我覺得覺得非常的可愛 它裡面有內裡 所以你完全不用擔心它的布包 然後很貼心的是它還附了一條綁繩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太寬鬆的話 你也可以使用這條綁繩 讓你的腰身看起來更好看 請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綁到你的腰上 肚臍在上一點點的地方 這樣子 就是跟剛剛比起來的話 這個看起來是會比較有腰身的感覺 就是會塑進去裡面 那這款上衣 雖然說它這邊是做我拉著平口 但是其實大家也 如果你不喜歡穿平口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往上拉 然後往上拉起來的話就會變成 像上衣一樣的樣式 這種 就是 好像我就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可是也都非常的好看 然後它除了我身上的這種奶油色之外 它還有另外一個顏色 就是黑色 這個黑色我覺得要稍微比較成熟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是不喜歡穿淺色系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這樣的深色系喔 像我這樣子就是簡單的陽光穿到 我覺得非常適合就是搭了小涼鞋 然後我剛好早上也穿了一款 禮拜一會上蓋的小涼鞋 後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款小涼鞋一樣是我們選品進來的款式 對 它是這種藤邊的喔 藤邊 然後是咖啡色 穿起來非常的顯白耶 剛剛我這樣一整套穿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是好看的 我覺得就是 這個數量也有限 然後不會追加 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歡的話禮拜一也可以 早上10點記得來官網購買喔 它是這種 穿起來非常的舒服 然後底 它是皮質的 所以也不會覺得就是 很硬 脫鞋式的 但是我覺得它前面造型做得非常的好看 所以你完全不會覺得像你在穿脫鞋 看起來就是 有點要去巴厘島的感覺 非常的好看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一款 今年夏天第一款就是 棉媽連身褲 這款我非常的喜歡 怎麼辦下週一的行程 我都覺得很漂亮 我都覺得非常的好看 因為這個款是它的 連身褲 我覺得它是 版型 它的長度是 我158nm 穿起來是剛剛好的長度 就是到我一般穿長褲的位置 然後它做的是比較寬褲的造型 那寬褲造型其實穿起來就會感覺非常的瘦 然後它的擺姿做的是比較寬鬆一點點的 這款非常的遮褲乳耶 你看看它完全遮住褲乳 而且它這邊有做抽虛的造型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說你的手臂很肉 或者說是你的褲乳很大 因為它完全幫你遮住了 然後它的肩帶也是這種 稍微微微的寬一點點的 沒有到很寬 然後它在中間的這邊呢 它其實有做一個小按扣 扣起來的話你就會是正常的V-0 但我自己是喜歡 因為扣起來好像也蠻好看的 對就是看你要不要扣都可以 然後再給大家看一下另外一色 因為我身上穿的是白色 我覺得這個白色非常的漂亮 但另外一色棉麻色 我也覺得也很好看 你看這個奶油色 給大家看細節好了 它的綁帶是這種 就是比較細的綁繩 然後它一樣在這邊做的是抽虛的效果 這款是非常我覺得推薦 如果有復古的女生 就是買上它 穿上又有度假乾 然後又可以修飾你的身心 非常的推薦給大家 好度假除了剛剛我介紹的這些款式之外呢 其實我覺得最必備的就是白色系的上衣 然後白色系的上衣 我們也幫大家準備了很多 像我身上這款 其實身上這款 其實是我覺得 所有女生 就是家裡衣服應該都會有一款的 鏤空花朵的上衣 這邊鏤空花朵 然後它其實就是這種 有點小娃娃妝的感覺 然後這個呢我覺得它不挑身型 就是S號到L號的女生 我覺得穿起來都會非常的新手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說壯壯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版型做得非常的好 然後除了我身上這款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款 我也覺得非常的好看 這邊 它這個是平口的椅子林 這個椅子林它是可以拉下來的 這就是有點辣妹款式喔 就是如果你想要去海邊的話 然後又想要遮手臂 然後可以讓大家看起來比較顯瘦 就非常推薦大家買這個款式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花 跟我身上這不一樣 我身上這個是棉麻然後素的 然後但是這一款呢 它做的是這種有點花樣的感覺 然後這邊的扣子是做裝飾的 不可以拆 它這邊是做就是鬆頂帶 所以你可以拉成椅子林 沒有問題 然後長度的話是稍微比較短一點 這個就是一定不可以錯過的辣妹款 接下來最後一件 我覺得我要介紹的這一款 它很特別 它你看看它 你以為它只是一件小背心嗎 沒有 因為它是一件bra top 那除了它是bra top之外呢 它居然背面也做了這種美背效果 然後出去度假的話我覺得 你下週一一定必 一定要來官網把這件帶回家 因為我介紹給大家看它的花 你看它是這種小花組成的這種水花 然後你有感覺到它的挺度了嗎 因為它是有胸型的這邊 它的罩杯是一體成型的 是一片式的 然後它肩帶也是可以調整的 依照自己的胸部的位置去調整肩帶 它的背面我覺得也非常的好看 其實我覺得它可以兩面穿 如果你把就是罩杯拿起來的話 它是可以兩面穿 這面穿的話超辣的 就是把一個結局很歐美的樣式 對 然後這個款式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裡面 它的bra top是做成這個樣子的 在裡面的設計 它的裡面這個是用牛奶絲的 它是有點涼感的材質 涼感的內裡 所以你穿起來完全不會不舒服 這款我覺得非常的讓我驚豔 因為我以為它只是一件上衣 沒有想到它居然裡面居然有罩杯 我就覺得哇太驚豔了 然後這款是搭牛奶 我覺得就會非常的好看 這款就是我覺得 我要把它藏在最後的秘密武器 對 好 那今天介紹到這邊 不知道剛剛的新品 有沒有遇到大家喜歡的款式呢 然後不要忘了每週一 早上10點 它會會準時上架喔 然後不要忘了鎖定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我們的Facebook和IG 掰掰